台湾这几年的艺术创作的确记录了很多社会脉动 艺术家姚瑞中就拍下一系列 站在废弃司令台中高举右手的军人 呈现早年威权专制的台湾 而摄影师吴正章则是在台湾被破坏的美景之前 打光自拍 讽刺我们对一切视而不见 这次国美馆跟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 邀请了33位当代艺术家前进美国展览 穿戴整齐的军装高举右手站在废弃的司令台上 艺术家姚瑞中的作品《万万岁》 呈现台湾传统的威权观念 今年秋天要前进美国展出 虽然现在台湾非常的自由民主 可是近年来的这个议会失衡 或是这个过度倾斜 这个中共 所以还有就是一种政治上的一种 这种不批的 让我想做这个作品 除了政治问题外 姚瑞中还带学生调查台湾的文字馆 探讨都市规划 入围今年新加坡的杰出艺术奖 台湾当代艺术家用各种充满创意的方式 指出现今社会的问题 美国康奈尔大学美术馆 这次跟国美馆合作 邀请33位当代艺术家 呈现台湾的艺术发展过程 摄影师吴震章拍下台湾被破坏的美景 每一张照片他都会为自己的脸打上墙光 出现在照片中的角落 奉刺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的视而不见 艺术家杜佩诗则用动画结合各种史料拼贴 叙述台湾的殖民历史 擅长新媒体艺术的蔡欧宝 同样用动画描绘社会中的个体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群体切割 整个展览以边界为主题 描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台湾艺术家在文化的边界上 如何突破传统思维 这一次是近20年来的这种 台湾当代艺术的一个整理 至少潘安怡这位学者 他本身研究我们艺术史学 那能够对台湾美术的最新发展 做一个主题的策展 这个意义相当的深刻 除了在国际舞台上 展现台湾这20年来的艺术成果 跟举办讲座跟台湾 以及国外的艺术家相互交流 为台湾当代艺术 注入更多不同的想法